小数族裔的朋友都是很热情的 初一两次见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些甲膜 可能不是很认识 但当他认识了你之后 其实他也是很热情 也是很欢迎的 有很多不同的小数族裔的朋友 他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他需要 他们都会主动上来我们中心 我们也有好几位同事 专体负责处理他们的个案 中间贴责他们的过程 可能解答一些他们收到的信 政府部门的一些文件 等等生活上种种的困难 很多时候我们小数族裔中心 同时都会出外的 我们都会主动去一些 他们居住的地方 去跟他们聊天或者宣传 例如我们很多的同事 会去到走入学校 去学校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请一些嘉宾 跟他们做一些讲座 譬如就业的讲座 让他们了解香港的就业情况 可能我们会找一些嘉宾 可能他是做专业人士的 可能告诉他们 如果是想进入酒店的行业 或者想考公务员 想考警察 究竟是有什么的途径 来过去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识了 他们都很希望 可以帮他们的朋友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上来做乙工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始终我们的小小族序中心 我们是有小小族序的同事 在上班的 但是始终 就是有他们的种族朋友 在这里 那个沟通是来得更加好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例如做家访的时候 可能我们小小族序的中心的同事 和一些小小族序的朋友 就会一起去做家访 可能我们都更加会对我们 是更加了解他们的情况 是有帮助的 我们都有尝试过主动去做一些工作 比如我们去联系一些学校 安排一些中文的辅导班 就是给一些小小族序的学生 政府是有一些资源 给一些学校 是为这些个别的小小族序的学生 供资本 对于学校有点鼓励 那便是令到一些学校 在修生方面 是相对以往 是教愿意接收这些小小族序的学生 我觉得你很瘾 很低下阶层 其实他们的心不是这样 他们的心是很想向上 但是也找到了 我们又没有机会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